今天是十月三日星期一 今天教会礼的读经 是《加拉达人书》第一章六至十二节 主题就是保禄提醒加拉达的人 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 并不是由人而来的 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 特别是提醒我们一种生活的态度 究竟我的生活是土人的喜爱 或者是土天主的喜爱 这里其实很有意思 福音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至37节 这里提及耶稣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就是回应经师问究竟谁是近人 因为经师和法利赛人提出 两个比较哲学性的问题 也可能是重要的 究竟如何才得到永生 耶稣答了他 要全心全灵全意去爱天主 爱你的近人 接着他们问究竟谁是近人 那这个好像比较抽象 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到去答复他们 这里就 在一个例子里 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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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面对了三种的境况 就是一个人被 被在那里的路上被人打劫 就是被人打 就是被人搶了财物 有三人 就是有不同的人都经过 读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 就是肯帮助这个被 被财人所伤害打伤的人 带出这个 哪个是近人的事 所以今天我都是想就着这个瑞士近人 这里 这里 就在祈祷那里 一些默观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很容易回答 谁是近人 那我们家人 当然是近人 最接近我们的人 就是近人 但是这个 似乎这里 就是耶稣所提出的 那个幅度就更加阔一点 深一点 所以这里去分那个经验 就是好像以纳着的灵修 首先从经验和情感开始 因为如果探讨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就好像很抽象 很多概念上的东西 讲来讲都讲不清楚 也都不太明白 究竟想带出什么 所以耶稣就是喜欢讲比喻 讲故事 耶稣讲过故事 为一些经师 有三种的景况 最后经师就答到 那个近人 谁是被财人所打劫的人 就是那个愿意帮助 帮助他包折伤口 送他去旅馆 救助他的撒玛利亚人 这个就是经验 所以我们在纳着灵修时常 都是重视 从我们的经验出发 去回顾一下 比如今天福音所提到的 耶稣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究竟我们才得到永生 我是不是全心全灵 全意爱天主 爱我们的近人 近人是谁呢 所以要去回我们的生活经验 所以当我们能够静下来的时间 我们去回顾一下 我在家 我在工作的环境 我在自己的教会的团体 甚至乎亲戚朋友 就是 哪些是我的近人 甚至乎再远一些 我们的近人是谁呢 这些是值得我们 在我们自己自身的经验那里 反省和回顾 所以我们如果在纳着灵修 做意识省察 我们在生活经验那里反省 我们就多多少少得到一些 对自己为一些答案 我对近人的态度是怎样 我如果要得到永生 就是要爱近人 所以想到这儿 当然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回顾 我们自己个别的经验 不过 这里再远一点的视野 耶稣的视野是什么呢 当我今天 无意中 我看到教宗 在早几天前 就说一些说话 我就有点深一点的体会 那教宗是说什么呢 教宗就是 其实在早几天 就是会议 就是一个浪费粮食 就是在租泊人的一个 问题研讨会那里 就是发出一些讯息 那那个论坛 叫做国际粮食損失 和浪费问题的宣传人 所以教宗是在这个论坛那里 是给了一些讯息 那直接的讯息就是 教宗就觉得浪费食粮 就是租泊了人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论断呢 原来现在整个世界上 在香港呢 有三分一的人口呢 是有不足够的粮食的 那我们香港就不是啦 香港就 我们只会是 那些粮食 我们所食物 是多的 多得最 我们很多 旧期的食品 都 都 一过期呢 我们就丟了 我们去吃自助餐 其实都 酒店啊 各方面都不知道 浪费多少食物 多少厨余是浪费了 所以就是 教宗就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 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控诉 就是 浪费食粮呢 其实就是租泊了人 因为为什么 近人是哪个呢 就是 整个世界呢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是 不够食的 捱着饿的 不过另外三分之一的人 在发展的地方的国家呢 因为 物质的丰富呢 就是 生产的 力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有 很多 很多食物 很多资源 那我们 吃不完的 我们就 扔掉它了 我们生产很多东西 那就是 教宗所说的 一种丢弃文化 那 所以想到就是 那近人 我们 当我们想到近人 这三分之一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 不够食物的呢 如果想到这里呢 他们都是我们近人 那 所以 教宗邀请我们呢 我们 必须要为了 重新分配而收集的 不是为了要浪费而制作 那这个正正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呢 所带出这种分配不公的一个问题呢 所以 教宗时 还呼吁 呼吁 所有人 这个制度 去停止贪婪 去剝索这个大地 保护这个地球 保护这个生态 不要 为了要去生产 为了要去掠夺这个资源呢 去摧毁这个大地 因为任何所做的事呢 其实都是 損害中三分之一的人呢 是不够食物的 是在捱饿的 最后 教宗好像就 提出一个很 比较个人的 就是 就是 他觉得 如果每一个人 应该 有意识 而且 应该 很有责任 去调整自己的 风格 生活风格 是什么呢 我理解到 就是 我们要过劍迫的生活 我们要退起 这些资本主义 放弃一种 丢弃的文化 就是 只是 消费自己 所 所应该 自己的需要 而做的 而不是 额外 就是 过多的消费 过多的享受 我想 这个就是 我们有意识 这样 而且负责任 这样 调整自己的生活 风格 这个都是 为 关心我们的近人 最后的结果 就是 避免任何人 因为缺乏 其他人 难以生存的 糧食 因为 你 只要知道 世界上 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 有更多 因为 没有干净的水 没有 足够的食糧 而在捱饿 受苦 生病 那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近人是谁 这里 也带出一种 就是我们 社会的正义 我们来心的正义 有点 我们在祈祷 那里 有这种感觉 谁是近人 所以 这个近人 可以是我们 家里很亲的人 我们周围的伴侣 不过 如果我们 带着耶稣 更宽的视野 这个就是 要调整 我们每个人 生活的风格 我们 不要浪费 我们 甚至乎 就是 做每一件事 我们都 想一想 我们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们可不可以 为世界上 折散一些资源 折散一些电力 折散一些食物 这个都不是为黑己 而是为 为我们的近人 着想 所以 这里都是一种 我觉得 都是我们走向永生之路 的一种 竅门 或者都给了一条铰匙我们 好像耶稣所说 给了一条铰匙我们 就是 很简单 就是 我们 有意识地 调整自己的生活风格 火火火 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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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今天的祈祷 可以向我们 羊主 特別赏赐我们 我们有这份 思念 有这份勇气 有这份光照 是 觉得我们有这份 能力 有这份责任 就是 也很有意识地 而且有责任地 去 调整自己的生活风格 活出一个 我们合乎基督徒生活的 一种 态度 尤其是我们 我们做所有做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 不是为土人的喜爱 而是我们土天主的喜爱 因为我们土天主的喜爱 其实我们能够做到这样 我们就能够关心人 更加多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主有各位